夏季是台南公園的蓮花盛開季節 近來許多民眾早起 專程到公園來賞蓮 當年走一趟 這個已經有300多年歷史 占地4萬多坪的台南古老公園 盛夏正是蓮花、荷花綻放的季節 宴壇的粉紅色花朵盛開 蓮花朵朵非常漂亮 中山公園裡面的這個荷花市 本就以前就有 日本時代就有 我們當孩子、小孩的時候 今年我今年已經78了 當小孩那個時候就 進場到這裡來 一直到現在我們每天都差不多 早上去船差不多就來這裡轉一轉 然後再回去 這是日本人來建設的 現在這個蓮花 當地的時代是最壯的 民眾早晚來這邊不只是運動、聊天 也可以欣賞古蹟 像這座重道重蚊的牌坊 是1933年台南市清代士生林曹英 位於民生綠園的聲錶石房 牽到這邊目前成為國家三級古蹟 這牌友經過這麼多年 他還是因為也沒有風化 保存的漂亮 可以一直保存下去 台南公園面積遼闊 林木眾多 橋木灌木植物高達800多棵 一直都是台南人的綠都心 重要的運動休閒場所 新常人臺電視 廖立芬、謝淑芬 臺灣台南報導 如果有一部份三公里世界 連結 ucz勾戰 就是我們一直在原価 在那裡 那裡 這裡 葷